去年在南京道路上 高速狂飆撞死三條無辜生命 謝亞軒與友人黃又成 當街禁訴 台北地院一審宣判 謝亞軒判刑13年 黃又成則判刑11年 被害家屬痛批 根本是輕判 法官認定 謝亞軒是無照壘犯 又競速撞死三人 沒有悔意罪行重大 而共同正犯黃又成 則是犯後態度不佳 不尊重庸路人生命安全 兩人以防害公眾往來 安全致死罪 分別求處13年 以及11年徒刑 權案可以再上訴 謝亞軒你有錢賠償私的家屬嗎 沒錢要怎麼談何解 走下球車身穿北索制服 不斷逗逼鏡頭 這次3月份 謝亞軒首次與被害家屬開調解庭 卻被痛批 完全沒誠意 第一頭什麼話都不說 謝亞軒的母親開完停 快審離開現場 他當時表達三名死者 願意賠償150萬元 一條原命50萬 讓家屬痛罵 300萬換你兒子一條命要不要 有報導寫到說 那個150萬 他就是有先賠一些了 有嗎 沒有 沒做回事 撞死三人 沒有誠意 也拿不出錢賠償 謝亞軒官司纏身 曾適用大麻被判3個月 討債砍員 重傷害罪 被求逐5年4個月 太可惡了啦 辦法就是怎麼講 都沒辦法承受了 他說爸爸以前都很好 家屬淚流滿面 再也換不回家人 一審判決 家屬不服 會上訴到底替寶貝家人 討回公道 記者林俊鋒 台北採訪報導